8月30日2022年中全球独角兽榜发布 数据显示全球共有1312家独角兽企业 分布在48个国家259个城市 其中美国仍然领先总量达到625家 中国以312家位居第二 这半年共有369家独角兽新上榜 其中中国有59家中国5家企业入围榜单 前十抖音依然位列榜首 在全球独角兽套皮领榜单中有5家来自中国 抖音仍然是全球价值最高的独角兽 蚂蚁集团排名第三 三家企业首次被列入TOP10榜单 SUN 微重银行 京东 科技 其中总部位于广州的快市上跨境电商SUN发展迅猛 排名上升了11位 巨榜单 中国有10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超千亿 除了上述5家入榜TOP10的企业外 还有菜鸟网络 小红书 大江 连影医疗以及元气森林 此外 值得留意的是 退市的滴滴和瑞幸咖啡 也已重回独角兽榜单 62家独角兽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广州 成为独角兽企业增长最快的城市 21数据新闻实验室书里发现 粤港澳大湾区共有62家独角兽 相较于2020年的33家 数量增长了近一倍 其中 广州是中国这半年独角兽企业增长最快的城市 新增9家全球独角兽企业 广州还是全球新增独角兽数量 最多的三个城市之一 62家独角兽总价值达17745亿元 上述图表显示 10家中国估值超千亿的独角兽企业中 有3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分别是Shan 微重银行以及大疆 3家企业合计估值占比超4成 另据21数据新闻实验室统计 粤港澳大湾区有7家半导体行业独角兽 其中新入榜企业数量有4家 此外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行业均有6家 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均有5家 机器人金融科技食品饮料行业均有4家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兴产业正不断壮大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人民币 25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广东省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超过6万家 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粤港澳大湾区 独角兽行业分布金融科技最多 新能源崛起从全球独角兽总量来看 金融科技行业继续领先 有168家独角兽 其次是电子商务软件服务127家 和软件服务127家减少7家 21数据新闻实验室注意到 这些TOP10行业的头部企业中 大多有中国企业的身影 在全球低碳趋势下 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有27家独角兽上榜增加了11家 其中也有4家中国企业排名靠前 远景能源估值670亿元 中创新行估值640亿元 和风潮能源估值460亿元 远景洞力估值430亿元 注榜单范围为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 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 估值计算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30日 赴2022年中全球独角收榜 中国企业名单更多内容请下 在21财经APP